记者陈云桃园报道 桃园全市首座的桃园国民运动中心周五开幕 开放免费体验至5月18日 器材已全数到位 最受瞩目的健身房器材多元 还设有女性专区 开幕当天上午还有闯关 抽奖活动 可抽免费使用99天的运动99免费卡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几乎已准备就绪 最受瞩目的健身房器材今天已全数到位 有跑步机18台 斜握机直立教台车各7台 滑步机5台 自由重量器材12组 机械室重训器材20组 并设置女性与高龄者专区 一楼游泳池还设游冷热水 SPA池 蒸汽室 靠乡桃园国民运动中心管理经理蔡华为指出 周五上午8点开幕 10点前到4楼活动服务台 领取闯关卡 参与闯关活动 完成即可领取游泳健身两用体验券一张或精美赠品 限量400名 闯关卡上付的摸彩帘 会在上午10点半以后抽出10人 送出运动99免费卡一张 可免费使用游泳池 健身房99天 一楼服务台也开放报名市营运期间的各类免费体验课程 完成后还能获赠游泳健身两用体验券一张 他说 5月5日起开放报名6月份课程 两人同行享85折 三人同行一人免费 一人报名三项享85折 再加赠运动毛巾游泳训练课程团体报名享九折 个别课程会加赠购买糖数数量的体验券 是营运结束后一个月 5月22日至6月22日 平市民卡购买泳池 健身月票 会另外加赠游泳健身两用券二章 体育局指出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游泳池每次100元 体势能中心每小时50元 宇球场每小时200至300元 桌球场每小时100元 篮球场每小时500至1000元 停车场每小时20元 经多方比较后 各单项收费几乎都比双倍便宜 平市民卡付费可享95折 并可免费借用球具 平市民卡付费